郭雪芙 蔡英文永流传科班出身崩溃文笑柄 郭雪芙出道10年日前在亚太影展现出班奖处女秀却出球,她跟严正郭同台时,拿着得奖名单发棱,向严球就又被推回来,好半天才念出得奖片名英科尔前举,明显慌乱。 糗事传千里,这段影片很快意,郭雪芙不会念英文片名,上了中国微博热搜,刚巧她又飞去对岸录优酷节目,火星情报局,在现场不停被来宾消遣,你连英文都不会?她本就脸皮薄,于是懊恼更生一级。 郭雪芙经纪人的欧瑟说,参加亚太影展真的是灵威寿命,三催四庆后才拿到讲稿,前一天郭雪芙读了一整晚,上台后裙子很长,珠宝又贵,都让她进张家背,要宣布得奖名单时,打开卡片,以为就可以看到片名,结果却是中文和英文交错排列的文字,而且诠释。 她一荒之下找不到片名,才跟身边的严正国求救。 下台后她快崩溃,觉得怎么会搞得这么扩分。 其实郭雪芙是康宁护专英用外语科毕业,英文虽然没有非常好,但并非连英科前举都念不出来,就是紧张坏事。 此外,她也被指,不想跟姚元昊同走红毯,感觉上像耍大牌,对此欧色澄清,那也是个乌龙,当初亚太影展一确定我们会去,就发布消息说是跟姚元昊一块走红毯。 但其实我们要去八大拍戏,所以有拜托对方能否速去速回,就是红毯晚一点,颁奖早一点,时间上集中一点,所以最后才没有跟姚元昊一块走。结果竟然传承不想跟她走。 郭雪福除了发片,重心多在演戏,但二年前跨组主持《火星情报局》前几天取录的已是第四季的第一集。 她不善主持,每次要签息一级合约时,跟经纪人Nelsa都要吵个架,想丢出主持棒。 郭雪福很直白地说,刚开始加入节目时,根本不知道怎么接话,等我反应过来,大家早就跳到下一趴,很多网友骂我是花瓶,我也会觉得我是不是站住毛坑不拉屎。这么好的位子应让更有实力的人来猜对吗? Nelsa总想激发郭雪福的潜力,逼她要挑战,要突破,这回《火星情报局》主持人汪涵也以前被身份再次提点,你要更从容。 《火星情报局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